大家好,我是灵姐 昨天我回老家去给父母买了一些生活用品 把父母安排好 家里请了一个亲戚帮忙 把父母照看几天 我今天从我们汉中坐车到四川成都去 看一下我的孩子 我和孩子分开又好几个月了 孩子挺想我的 我也挺想孩子的 刚好孩子这几天休假 不用上班 让我过来陪他晚上几天 其实昨天晚上我还挺犹豫的 我过来陪孩子的话 又放心不下家里的父母 在家陪父母的话 又想念我的孩子 一边是对父母的不舍 一边是对孩子的牵挂 最后我还是决定 今天早上坐车过来到成都来陪孩子晚上几天 从汉中到成都的话 坐车也就是两个多不到三个小时 今天早上起来的比较早 起来把家里的事情安排了一下 所以现在有点困了 我休息一会儿 坐到车上看到外面一漏的风景 还是挺美的 在有一个一小时就到了 十个年纪到了 早上可能是只有三十五分钟 才是惯着你长大 暂度就知道 在这三十三个小时 你也可以听到打 一些人的病人的心灵 是难度的 现在就可以见到孩子了 现在我们又会遇到 是一个小时 我会遇到你 现在已经是11点45了 马上就到了 今天车上的人不是太多 我旁边还是空着的 现在已经犯了绵羊的离节了 有在德阳站下车的旅客 请携带好自己的行李物品 到列车运行前方城口到下车 下车时请注意列车与站的间隙 在小朋友的旅客到达德阳站 列车已经到达德阳站 有在德阳站下车的旅客 请携带好自己的行李物品 已经到了德阳吃饭了 李物品要坐下车 已经在车身心了 我们能打开 我们再来达德阳站 我们要去开车 我们在车身转的离动 我们就在车身上 车身上 车身上 在车身上 车身上 我们的车身上 车身上 哪个车身上 到了 车子已经进站了 我们是城市不足 马上就可以见到孩子了 现在已经下车了 我去打个弟弟 孩子今天不能来接我 因为今天现行 他的车走不了 我现在打个弟弟车吧 现在打弟弟过去的很快 打弟的话就十几分钟就到了 我叫到弟弟车马上就上车了 我已经坐上弟弟车了 还有几分钟就到了 马上也就见到我的孩子了 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